平常我们对于管妈的印象呢 她其实对很多事情的评论 其实还是蛮客观的 即便说她之前她的这个准女婿 有被评论事实 她讲话都没有 像她这次在评论吴宝春这么重 而且她连续发了八篇 那用字呢 她在第一篇的时候 就三次用了非常惊悚非常惊悚 她看得非常惊悚 因为她觉得为什么她把她说 感觉说你去了大陆 然后你讲了某些的话做生意 有点感觉就是说 你在跟大陆演哪出 然后又再扯上韩国语 这个跟我们印象中的宝妈 其实她的态度还是蛮奇怪的 我觉得某部分对于这个管妈来讲 有时候被点中死血的地方呢 就是吴宝春一开始在她的声明稿当中 就提到了中国台湾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的 民进党的这个独派的人来讲呢 就好像就这把火就怒起来了 就觉得说马上就炸锅 如果你去大陆的话 你把这些去大陆的台商也好 或者是去大陆投资的这些的生意人 你都把它列为说 说是非我族类 我就一定要启动这样的追杀机制 那看在很多的台商的眼里 心里面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我们去大陆做生意 我们也是非常合法的 站在一个过去曾经在高雄 2010年她得到世界面包师傅的时候 我相信管碧林也好 或者是包括陈举 很多人一定都急着 就要去跟吴宝春拍照啊 然后大家一直不断的夸赞她 是台湾之光啊 那么怎么现在因为她去了大陆之后 现在大家把它批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转变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说 如果只是因为你心中的统独的意识 这么强的话 然后不去照顾我们自己高雄人 应该要想办法尽量来替她缓和 反而采取这样的态度 你让在高雄发迹的这吴宝春 她是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让人家觉得说 应该很多事情在这次的选举 尤其在高雄我们都希望说 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牌已经战胜了意识形态牌 如果保妈 不是这个管妈 她是因为自己的选区的因素也好 或者是自己内心里面的意识形态 造成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反应的话 我觉得都没有从这次的选举当中学到教训 谢谢大家